大家好,我是阿楓,別人都叫我肥楓 今天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埔某個魚排租的四筆仔 有些注意事項和美肌的介紹和操作、城網內安全的分享 首先,這條很多人都會叫做士他繩,又或者叫做手繩 這個有大約這麼長的長度 這個就是方向轉向的控制缸 可以左右移動或者上下的把手 而這裡可以鏡頭過來一點點,有隻龜和兔子 其實這個東西可以向左領和右領,控制油門的大小 等於控制船的速度,無論前和後的時候 然後這一個就是前波,off波,後波 然後記著一定要在off波的位置 這個是叫做home shock,拉出,還有按下去 有些什麼作用,轉頭再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關機的鍵,緊急鍵 即是要停機的時候,就是這個鍵 而在最後,這個就是上油泵 在什麼時候要用呢? 就是當你沒有了油,攔著機 就泵它幾下,令到油上到乎尾機那裡 好了,跟著說一下尾機的操作 和著機的步驟 首先,有一條緊急鞋 要放著這個位置,攝住了 鞋是這樣的,攝住的 然後呢,就留意究竟這個油門究竟是否在烏龜那邊 即是說,不應該給過大的油渠 給一點點 然後,要檢查一下究竟 你是不是在off波的狀態 看看,那是前波,off波,後波 確保在這裡,不然就會掃波 就倒車頭 而正副車頭,留意四周 然後拉這個手繩 先給一點點油溫,一會兒焗機 這個就是緊急鞋的作用 正路在開船之前呢 就最好檢查一檢查機 檢查它兩次,看看相不相信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出現 我們再重複一次那個步驟 去回off波 少許的油,然後再拉手繩 好了,當鎖望下前望下後 望左望右很安全 就可以趴去前波 給一點點油 現在在這個狀態呢,船是會直去的 而在同一時間,比住和住這個油 我們推向左手邊這個位置呢 持續比油呢,船是會轉向右手邊的 而拉向我身邊呢 持續比油呢,船是會轉去左手邊 那當去到差不多你想跳的位置的時候呢 就收慢 慢慢收慢 慢慢收慢 差不多去到你理想的位置呢 就按這個按鈕 那基本上這個就會停了副尾機 那盡量留意不要離岸邊太近 基本我個人認為 十五米是一個比較合適的距離 而比較安全 因為那個地方 不是你地頭 你都不肯定 下底有沒有任何的招石在那裡 那一路釣的時候 看看大家究竟是拋樓釣 還是 所謂後肌釣 即是穿著完美肌去釣 如果拋樓 或者 你識了副尾機 由它飄離釣呢 就要兩位 朋友都要很留意 究竟你們離岸哪個距離有多遠 因為 再埋的時候 因為那個尾機和水心的關係 會有些招石 你是沒辦法穿到尾機 我們所謂 就割淺了 最後呢 就希望大家 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都叫做一個呼籲 大家 救生衣 在開船之前 希望大家都穿上身 因為 安全 真的很重要 若然遇到機器上 船 的機器 有什麼問題 就是盡快通知魚排的船主 讓他快點出來去支援你 如果遇到其他 很嚴重的事故 必須 立即 打999 報警 求助 因為其實 水警那隻船 離城網鎮 不會太遠 因為我們大家都其實 在山門 以及船灣台附近 有什麼嚴重的事故 記得報警 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長條長有